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财经全评论 今天是多伦多时间5月7号 最近啊 有些热点事 给大家谈一谈 发生了几件 让老权比较难过的事 你说难过吧 也是意料之中的 你说意料之中吧 当它真发生的时候呢 你去觉得这个 有点残忍 对吧 最近呢 我有三个朋友啊 跟我聊天聊得不太开心 那就是 也没有聊崩 但是接近崩了 怎么回事呢 就是 其中一个朋友在上海 他本来是聊美国的事 聊美国的事 然后 我发现他不着调 他上了这个CNN的当 当然他说了很多美国要崩溃的事 对吧 就是说现在还是中国老大 美国呢 已经不行了 我就试图给他解释 美国发生了什么 对吧 那么 在解释的过程中呢 他表现的很体处 就是他完全不能接受 他完全不能理解 有什么深层政府存在 有什么大选舞弊 有什么这个 乌克兰战争是阴谋 这些事 他都不相信 他知道我在做CN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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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为什么要谈政治呢 问了我这么个问题 我想对啊 我为什么谈政治呢 但是为什么不能谈政治呢 这是因为他在中国 他在上海 他真的不能谈政治 所以对于谈政治的人呢 他是很敏感的 你为什么谈政治呢 那我的问题是 你为什么不能谈政治呢 那这就是两个世界的 两种世界观 我很难跟他解释 我为什么谈政治 我也很难跟他解释 我也很难说服他来谈政治 因为他在监狱里面 大监狱里面 所以就不怀而赛 我觉得其实我们过去关系非常好 都是那种每周在一块哄的哥们 我在上海的时候 我们去乾贵啊 去新天地啊 基本上每周呢 厂子里面都有他 但是现在我们却没有共同意言了 这个很难过 很难过 他的问题呢 让我也反思 就是他不愿意谈政治 不愿意谈政治 第二个朋友是美国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关系挺好 关系挺好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 他跟我谈了一件事我也非常吃惊 他说 拜登会当选 2024 拜登会当选 他说川普是个傻叉 本来我跟他过去在很多观念是一致的 尤其在中国的很多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 所以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 我很吃惊啊 我就当时怀疑他不在美国 我说 我怀疑你现在不在美国 结果呢 他就给我证明了一下他在美国 他在美国心得戏 那我说 你在美国 你现在支持 拜登 你能够回答我几个问题吗 我就问了他几个问题 就是拜登的歌唧唧这事怎么看 男人跑去参加女人体比赛 这怎么看 第二就是美国南部边境 大开 这事怎么看 第三对于美国大选舞弊 这事怎么看 还有两千头螺子 第四对于俄乌战争怎么看 大量的制约乌克兰 这事怎么看 问了几个问题 然后他呢 没回答我的问题 但是说了一句 说这个拜登啊 在国际事务上呢 合纵连横 这个还是 表现不错的 基本上啊 我的判断是 他没有看懂美国政治 他没有得到第一手的这种信息 他就像我那个上海朋友一样的 我那上海朋友对美国完全不了解 就是他知道的美国就是 CCTV说的美国 但是我在美国这个朋友呢 他是哥伦比亚的博士 他在美国啊 可是他还能支持拜登啊 当然我也没试图去说服他 没试图去说服他 我只是说我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但是我也没有去多谈 我说你一定要支持川普 那就谈崩了 对吧 第三个朋友呢 是加拿大的朋友 加拿大的朋友 这个朋友呢 很多地方里面跟我一样 批判共产党呢 跟我批判的一样美 对吧 都是对共产党是 非常鄙视的那种 对吧 但是呢 他跟我一点不一样 就是俄乌战争 他死看不上俄罗斯 我虽然我发了那么多 关于俄罗斯的消息 关于这个普京的消息 关于这个乌克莱的消息 但是他还是认为 是俄罗斯入侵了乌克莱 就怎么也 怎么也就是这个 转不过来 对吧 我让他上电报 他也不上 他说这东西是俄罗斯的 对吧 所以关于在支持乌克莱 这事上呢 他是反对拜登的 可是他是支持乌克莱战争的 就说 他也是有文化人啊 有文化人啊 所以 就为什么 这种认知差别这么大呢 对吧 那我最后发现 我分析了一下 最后发现 我这三个朋友啊 都有个共同点 首先这三个朋友 都是微信玩家 就是他们现在啊 对外界事物的了解 主要集中在微信 他们不用其他的平台的 也看不上抖音 也看不上小红书 也不上推特 也不上Qtown 就是玩微信 所以他们了解的 都是微信 全告诉他们的 比如说 上海的朋友 认为加拿大现在很衰落 就好像那几个加拿大加黑 唱衰加拿大的这种视频 他也发给我 他说你看你们加拿大 对吧 就是微信告诉他们什么 他们就接受什么 像我哥伦比亚这朋友 他就是 他玩微信在美国 他了解美国的信息 他也是通过 他的微信朋友圈 就在美国的微信朋友圈去了解 那么在加拿大这朋友也一样 他就死玩微信 那我认为呢 他们最主要的是 在玩微信的过程中 他们接受了 不仅仅接受了三流的信息 而且接受了一流的伪信息 就假信息 这个在微信上特别多 所以玩微信的这些人啊 受害啊 很深重 受伤很深重 我这三个朋友呢 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吧 都是在大都市待的吧 一个多伦多 一个温哥华 一个上海 一个新德西 一个温哥华 对吧 而且都是 都是有见识的人 都是实现财富自由的人 那你说他们 都这种看法 对吧 那基本上就是微信 微信把他们那个影响了 对吧 第二点呢 就是 共同点呢 我发现他们都喜欢听CN 他们并没有看出CN 有什么多会 但是CN确实是 他们认为CN 没有完全报道一些事 但也不一定报道假东西 就是说报道假的 他也没听出来 所以 CN对他们也有影响 但是CN只是他们的点缀 对吧 他们主要信息渠道 还是微信 还是微信 而且这三个朋友 都有共同点 都不喜欢老习 都不喜欢共产主义 对吧 这就是现实 但这三个朋友呢 跟我一谈就谈的不对 就是认为我是阴谋 就是我是阴谋 所以对我支持川普 这里面有一个人支持川普的 其他两个不支持 对我支持川普 那简直很奇怪 上海的朋友 认为川普就是敌人 那这个兴泽西的朋友 直接叫川普是傻叉 对吧 那温哥华的朋友呢 是支持川普的 也是反小土豆的 他就是 在乌克莱战争上 就死开不上俄国斯 这就是现实 这是现实 那我在分析 他们共同点 或者他们的这个行为模式 他们的历程之后呢 我发现 他们最主要的是 没有拿到第一手的这个信息 而且受到了这个 第一流的这种假信息的影响 就是老共的这个认知债 311的认知债 确实他们威力很强大 那么这就是导致我这些朋友 他没有看到真相 没有看到真相 但是我这些朋友呢 都是有正义感的 都是有正感 比如说救灾啊 什么这个平时做公益啊 他们都 这都做的 都很好的朋友 就是没有真相 却坚守正义 这就容易出错 就是他们在错误的方向上 理直其重 理直其重 实际上呢 客观上等于为虎作倉 对吧 他主观上是想做好事 想坚持正义的事 想想替 这个弱势穷勤呐喊 可是客观上他是为虎作倉 你想他帮拜登啊 对不对 他们还认为 就上海朋友认为上海是世界上最安全的国家的城市 那其实呢 等跳出他那个圈子 等跳出微信圈子 你进入Curtown这个圈子 进入Twitter这个圈子 你会发现 进入电报这个圈子 你会发现 他们接受的信息是三流的信息 他们真的是没有真相 没有真相 但是他们有正义之性 所以这些人是 其实是在社交圈子里面是很危险的 他会成为父子 因为他们 他们那个接手啊 那个固执啊 会让你感觉到难以这个愉悦 所以老全认识到啊 就是我们一直是崇尚传播真相 传播真相 现在在传播真相这条路上呢 我们牢牢把望住的就是 发现真相 深选真相 找到真相是什么 其次呢 还需要广泛的传播真相 就是你知道真相还不够 光老全知道还不够 光我们Q汤的人知道还不够 我们要让更多的人去 去传播真相 让更多的人知道真相 这实际上呢 等于救人 就是因为他们用假消息 用认知债来侵占 我这些朋友和很多人的这种头脑 所以你要去救他们 你就用真相去救他们 你就像那个疫苗一样的 我们这是真的疫苗 就是让这些人呢 能够不受病毒的侵蚀 就是意识形态领域里面的病毒 那就是洗脑嘛 洗脑就是给你大脑里面植入病毒嘛 让你产生错误的思维方式嘛 对吧 你以为你在坚持真心呢 就好像这些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 他们认为他们坚持正义 替这个巴勒斯坦的人呐喊 其实他们接受的信息 错误的信息 导致的 对吧 所以你要预防 要让他们能够预防能力 怎么办呢 你要去 在他们的脑子里面植入 这种真相的信息 就是真的信息 然后在真的信息上 形成逻辑链 说服他们 让他们接受 这样才能救他们 否则的话 他是一个好人 可是 他是一个盖坏事的好人 他是客观上盖坏事的好人 他是我们最后会变成我们的敌人 对吧 所以从这一点上 我就回到说我们Q-Town 我们的使命 就是传播真相 那 在这一点上呢 在这个使命方面呢 我们一点都不能松懈 因为你如果希望 有一个美好的世界 你如果希望 你不要失去你的朋友 不要失去你的亲人 不要他们被这个认知债 被这些共产主义 这些有毒的思想侵害 那你必须给他们脑子里面 打预防证 打预防证 你就是要给他真相 给他逻辑链 让他更深层次的 更高明的认识到 现实发生的事情 否则 他们连深层政府都不相信 他们连疫苗都不相信 他们相信别人说的鹦鹿鹿 我要告诉他们 说鹦鹿鹿的人正是耍鹦鹿的 他们听不懂这句话的 他们没见过鹦鹿鹿 他们更不相信什么 埃布斯泰岛 还有吃小孩 还有那个玩小孩的事 对吧 觉得 这奥巴马 这都是伟大的人 柯鹿鹿鹿这都是伟大的人 这大总统啊 这怎么会去玩这些事呢 他们认为不会 对吧 所以你很难 你没有真相的话 你很难去恢复他 就是如果说 埃布斯泰这个事儿 如果没有那么多证据 老全也不会相信 老全也不会相信 老全如果没有在五大湖地区 在这个 在这个 宾夕法尼亚和福吉尼亚 北部的五指湖地区 五指湖地区 看到那么多失踪小孩的照片 买那个 驾驭站都是 一路驾驭站 都是失踪小孩照片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啊 我真的是不敢相信 有这么大规模的 失踪小孩的事 我下次我会 走一条这个线 我给大家拍一下 那真的是让我震撼的 我和我女儿当时看到这些 我们俩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一路过来 怎么驾驭站 全是失踪小孩的照片 我们还去看那些照片 从那个一两岁的小孩 到十五六岁的小孩 二十几岁小孩都有 对吧 都发生什么 所以 当最后 埃布斯丹岛的事 出来以后 老全相信了 哎 老全相信这个东西呢 这可能是存在的 因为我见过那些 那个场面 对吧 这就好像疫苗 这个病毒出了 这个疫苗 这个都出来以后 疫苗会打死人 这事 很多人不相信啊 疫苗都是好的 怎么坏的 哎 就在病毒被放出来 前一年 老全打了一个流感疫苗 然后那个疫苗 差点把我弄死 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到 疫苗 这是要杀人的 那是个流感疫苗 上帝的旨意啊 这后面就出了这个病毒 然后就出了这个 COVID-19的疫苗 我坚决不打了 我深切的体会到 疫苗是可以弄死人的 有时候我真的 觉得有时候很多事 都是上帝的旨意 对吧 让我们觉醒了 所以对于这个真相这事呢 Q10还是要全力付的去 寻找真相 传播真相 那在传播真相方面呢 我认为现在我们做的最好的 是对于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是做的最成功的 对美国和加拿大的这种报道啊 不管是川普总统的理念 还是大选舞弊 还是疫苗 还是病毒 还是美国现在搞的这个 黑人至上主义 DI 还是Antifa 还是这个命贵运动 对吧 还有他们现在审判 川普的这个阴谋 还有1月6号的这个 国会山的事件 还有这个2024大选的 这个竞选情况 我们现在报道都非常充分 非常详尽 可能彼此之间呢 就是这个星学 和那个星学 彼此有点差异 这很正常 但是我们把真相能够拼出来 拼头拼出来 对吧 所以在美国和加拿大 我们做的比较成功 就是寻找真相方面 和传播真相方面 都做的比较成功 这主要取决于什么呢 我们有一批人 有高水平的这种用户 在我们Q-Town里面 成立了这么多小镇 在传播这些东西 你比如说韩国小镇 有有对吧 这个圆圆 对吧 还有这个商量 他们都是义工边际 现在都转为独立的这种 自媒体人 对吧 他们每天有大批的这种分析 还有小爷的分析 还有娜姐的分析 对吧 还有这个 这个这个谁啊 还有我们清华文科生 还有大批的这个 我也不知道在哪里的这些小镇朋友 就是说我们有高水平的这种内容供应 同时我们有高水平的用户 就是这些用户呢 他也是高水平的 他能够失货 对吧 他能够看懂这是有价值的 所以他会给出高水平的评论 同时呢 我们Qtown还有带有北美色彩的 这种休闲活动 所以整个北美的社区群体啊 在Qtown建立的还是比较成功的 当然我们还继续 这个事态还在发展嘛 对吧 2024大选是个非常重要的时期 我们还继续 就是说北美的这个成功呢 可以说在 Qtown上树立了一个很好的榜样 这以后建立社群 基本就是这样嘛 对吧 除此之外 我们对中国的报道呢 也比较 也相对来说比较成功 这个对习近平主义啊 对吧 对中国的这个现实啊 对中国的经济啊 对中国的房地产啊 对吧 包括前一段时间对这个 胡锦涛被嫁走 我叫宣武门之变 对吧 我很早就说 这个不是很早 就是胡锦涛这事发生之前 我告诉他们可能会与宣武门之变 妈妈妈妈说的 妈妈说的 对吧 李克强之死啊 还有那个胡锦润事件 还有那雪爹子事件 还有现在大规模的这种房地产事件 中国的疫苗啊 中国的病毒啊 这方面的故事啊 中国各种人间的苦难啊 在这方面呢 我们都有很详实的这种 这种信息出来 真实的第一手的信息出来 包括台湾海峡 台湾的战争情况 所以对于中国的这个事物呢 我们Q汤在传播争相方面也做得不错 而且呢 而且呢 基本所有的人都对中国比较熟悉 所以他们很容易很轻易就能看出来 你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了 对吧 所以假的媒体 虽然我们是自由问题 可是自由评判 可是假的这种信息呢 它很少来 他们知道 来也被大家批判的 对吧 很快就戳穿了 你来也没啥意思了 所以对于中国这个 华人这个 中国这个事物的 这个分析报道评论 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比较到位的 对吧 这个社区呢 中国事物这社区呢 也很好地形成了 也很好地形成了 所以这是我们Q汤现在做的还不错的 我认为啊 我们现在可以说 对于中美加三国 这个 都 这平台的作用发挥出来了 对吧 这是第一 梯队的建设啊 建设的不错 那么我也感谢很多无名的朋友 你们 上了很多很好的这种信息 很好地传播了真相 也很好地启迪了很多人 对吧 因为现在大家分析能力都很高 所以有些假消息页就能看出来 对吧 当然我们Q汤也有休闲 不是没有休闲 大家也乐呵乐呵 对吧 这个 都是熟悉的方式 18岁以下的不易啊 不易 很少 几乎没有 这个 另外呢 就是第二个梯队呢 就是我们对于这个英国啊 澳洲啊 包括欧洲啊 包括日本啊 韩国啊 巴西啊 阿根廷啊 这些 这些国家呢 俄罗斯啊 乌克兰啊 俄乌战争 我们报的还是比较充分的啊 除了俄乌战争之外呢 这些地方呢 我们报道呢 是一半 就是说我们的信息是中等 我这实事求是的说 信息并不是那么很充分 原因在于在这些区域没有形成社区化的这种发展 对吧 没有 就是一个地方 你只有一个人在那吆喝 吆喝吆喝着就不想喊了 对吧 比如说我们有个泰国朋友叫什么利 他本来是跟我发一些泰国的东西 发来发来也不发来 为什么呢 发现大家对泰国不感兴趣 对吧 因为大家都没住过泰国 没有话语权 没有发言权 但如果说泰国有那么几千个几万个朋友在这 他说话 别人就有话语权了 对吧 所以这就叫我们说这个发展的不充分 这是有信息 但是不充分 没有社区化 也没有很多专业人士来分析和评论 这是中等层次的 就是有重大信息会来一下 没有重大信息就少 对吧 另外对于很多其他的地方呢 你比如说南美 巴西阿根廷本身的信息也比较少 整个南美其他的更少了 就墨西哥的 属于北美墨西哥的那种也比较少 再比如说南亚 越南 印度 新马太 对吧 菲律宾这些这都是华人聚集的区域啊 我们在这个区域没有形成社区化的发展 就是我们的这个区域很弱 这是我们未来重点要发展的区域 重点要发展区域 那在非洲呢还没有起步 对吧 啥消息都没有 非洲基本上 有没有小镇 我得查一下 这我现在也不知道 因为小镇太多了 但是我觉得非洲的信息太少 太少 如果有非洲的信息也是转过来的 对吧 所以这也都是我们未来要发展的区域 就是不仅仅你要在这个区域有高水平的信息 真相 同时呢要有高水平的人士 来分析评论 那这样的话呢 就假的东西就逃不了嘛 对吧 同时呢要社区化 要社区化就是说 共同的文化体系下 你比如说阿根廷 阿根廷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信息员 可是这些共产主义的这些报纸都不去报道他的 因为他是灭共产主义的 对吧 那我们肯定是要去做的 这就是说 你要阿根廷的话 你要阿根廷的信息来 阿根廷的人看 那这样才形成阿根廷的社区 对吧 这是阿根廷是很重要的 现在社会实践 但是你没有信息来 你怎么看呢 对吧 另外像这个台湾 这些都值得是 像印度 现在是热点地区 就是经济高速发展 越南高速发展 那你对越南当地人来说啊 不能我们在这海岸 对吧 所以这都是Q苍以后要发展的 我们建福的使命还比较多 是吧 对吧 但是就是你 你去看这个推特 其实你要找到越南的信息 其实也不容易 这是人家 这个社区化的话呢 你就要进到社区 你才能 对吧 你才能看到 否则的话 你在推特上找 因为我观众那些人里面 一个越南人都没有 所以我也很难看到越南的信息 我也不懂越南文 对吧 这就你需要懂越南文的人 人家建立一个 领头建立一个社区化 然后逐步的那个 就扩材出来了 对吧 要说做呢 也不是很难做 这就是你要去做 你要有专业的团队去做 那这就需要融资啊 这就Q苍以后 现在为什么急着融资啊 我们要去传播啊 要去建立这个网络啊 对吧 融资 现在是小规模融资 那只能支持小规模的发展 那你大规模融资 那就是可以铺开去做了 对吧 那 所以这就我给大家说什么呢 就Q苍 我给我们投资人啊 谈Q苍这个使命 其实他不是不光是Q苍使命 他其实也是我们的需求 就是对于人类社会 未来的这个社交啊 走向是什么 对吧 我们在思考 我们在判断 我们在实践 对吧 另外Q苍汤在功能上呢 我们还有一些 很多功能呢 需要去完善 现在Q苍汤 就是 为什么这一轮投资人 相对比较多呢 就是大家 终于看到你的产品啊 是个产品的 不像前面是一个半成品 对吧 那投半成品的那些人呢 打得挺大的 哎 现在呢 基本成品出来了 就是要把它美化 要更好 对吧 所以 这个时候呢 就有很多一些功能啊 就提上来 就是我们Q苍汤 不仅仅它是一个传播真相啊 就是说不仅仅给你打 思想预防针 思想 免疫力 提升思想免疫力 这方面的作用 同时它应该还是你的一个 信息管家 同时还是你一个 工作 是 谋生之地 就是Q苍汤以后要 有人在上面能够生存 能够生活 这就是Q苍汤要 开发出来 更多的商业模式 不仅仅说是 会员收费啊 广告费啊 这我们都在计划中啊 广告 收费会员 这种 收费视频 直播 这都是在规划之中 对吧 还要设计出 更好的商业模式 就是我在Q苍汤能工作 能生活 对吧 因为未来的世界就是这样的 未来的世界就是线上线下 拉通的 我不想在线下去工作 我就想在线上去工作 可以吗 对吧 可以啊 老权不就这样的吗 但是不是人都像需要老权这样的 他应该有很多种商业模式可以做 对吧 这都是Q苍汤以后要研究的 这就是战略 Q苍汤的战略 老权在思考 但是 对吧 用战略 用战略 用战略的模式 这个我们现在还 这个是我们要深刻考虑的 其实它涉及到人的生活方式 就是有些人啊 你会发现 他很有文化 很有专业才能 可是他快退休了 他不能线下去工作了 那这些人转到线上是非常有价值的 这些有些退休的老爷爷老奶奶 他很有东西 这些东西分享给社会是很有价值 这个时候他就需要线上的一种模式 这就是老权现在 你不能让他去做主播啊 他可能讲话不是那么流利的了 可是他有他自己的优势 所以Q苍汤你就需要创造一种模式 让这些老专家 老法师 能够 能够转到线上来 未来的模式就是 年轻人在社会上活动 对吧 在耍 在外面耍 然后等你毕业了 你就到外面去工作 对吧 然后等你退休了 就转到线上 线上继续去工作 做你喜欢的事 这就是未来的社会模式 那你的这个平台 你要适应这种模式 平台还有一个适应的这个 这个模式就是 必须正视机器人时代 机器人时代 有好机器人 有坏机器人 坏机器人就是 什么 I open这种 比尔盖茨弄出这玩意儿 这玩意儿是洗脑的 洗脑的 那你怎么样对付这洗脑的机器人呢 你得用好的机器人去对付 平台也一样 平台以后一定要给人提供足够的工具 就像枪一样的 就像这个检测仪一样的 我能判断出来你是好的还是坏的 对吧 我在平台上能够判断出来这个人 这个社区是敌意的还是非敌意的 那你得用机器人 你得用好的AI系统 对吧 这就是你要适应未来的状况 这都是要研究的 要做的 对吧 所以这是 老权在 就 给大家谈一些 这个理念性的东西 当然我们工作计划呢 那我是跟团队去谈的 对吧 不能跟 在这讲 但是我想给投资人讲啊 就是投资是什么东西呢 你一定是要自己喜欢 对吧 它代表着你的眼光 或者代表着你的期待 对吧 所以 为什么我说这个 现在投资QRT的比较多呢 就是 可能大家期望 未来的世界是一个这样的世界 是一个有真相 有正义 有清晰的使命 对吧 能够 很好地管控自己的信息 能够 跟自己喜欢的人 在一起交流 未来的虚拟世界 是 人们生活的一半以上 对吧 一样老年人的世界 基本都是虚拟世界了 在现实世界 没有人了 没有人跟他们去沟通了 哇都不登陆 他们怎么沟通了 对吧 但是 在虚拟世界 他会没有找到 跟现实世界一样多的 志同道合的人 对吧 这 这就是现实 对吧 所以 呃 我的使命 就是现在正在 我们QRT正在融资啊 呃 我希望大家呢 能够认清楚 QRT的价值 对吧 另外 一元一股 五千元起头 啊 这个事给大家 在反复的说 啊 我看今天呢 今天就这么多吧 今天 今天就 QRT就谈这 给大家谈一个 刚发生的事啊 就是关于老习 在欧盟 这个访问啊 呃 我看了一下啊 我认为老习 调到这个 欧盟和法国 给他挖的这个坑里面的 呃 冯布莱恩和这个 马克龙啊 其实唱了个双簧 给老习 一个呢 是蒙打老习 这就是冯布莱恩 因为冯布莱恩跟老习的关系 非常非常强 因为上次的时候 在北京啊 这个老习 他们代卖了冯布莱恩 这是极其政治上 这个幼稚的事 他们代卖了冯布莱恩 让冯布莱恩自己 自己自己提行李 自己搭飞机去了 而且在北京没人理他 没人敢理他 因为老习不理他 其他人都不敢去见冯布莱恩 冯布莱恩在北京没事 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他就提前离场了 所以冯布莱恩这次抓住机会 报复老习 在他们三方会谈的 我看马克龙 冯布莱恩和这个老习 对吧 冯布莱恩代表欧盟嘛 冯布莱恩一定给老习 没给好脸色 老习也没有吃冯布莱恩那一套 两个人一定抬得很差 两个人几乎都抬崩了 我看台湾以后 冯布莱恩马上就可以 记载发布会 就对中国进行强硬的制裁 这就是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他代表欧盟啊 欧盟跟中国就崩了嘛 对吧 但是法国这个时候又出来了 欧盟的头是谁啊 两个国家 一个法国一个德国嘛 对吧 从国家上来说 那法国呢 这个时候又跟老习关系 关系拉好 就是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黑脸 那么马克龙呢 这个时候跟老习 两个人共同搞了一个 记者招待会 没有把冯布莱恩拉上 冯布莱恩代表搞了一个 对吧 冯布莱恩就对中国火力全开 那么马克龙呢 和老习呢 两个人呢 还这个表示友好 这就是什么呢 这就是你看 冯布莱恩这么一通猛打 这老习逼得没地方去 他必须跟法国关系搞好的 向法国示好的 这样的话 他能把欧盟的 一个强国拉住啊 对吧 那法国 马克龙是不是就收获大大的 这不就法国人的招数吗 法国人一直这么干的 历史上就这么干 这老习就吊着 他们两个人挖的坑来 我估计啊 这冯布莱恩是 于公于私 这次都对老习 是下狠手的 你到欧盟来 我就不跟你好脸色看 他毕竟是欧盟的主席 对吧 但是冯布莱恩代表的是 美国的利益 他跟美国站在一起 他唱那个中国的这个 这个生产过程论 对吧 老习不同意 我跟你讲 生产过程论 他们最怕的是 并不是你生产过程 你生产过程 堆得中国也没关系的 你生产过程 运向全世界 这是他们害怕的 怎么样生产过程 运向全世界呢 那就是人民币贬值啊 人民币贬值货 全部像流水洪水一样的 运向全世界了 对吧 他们害怕的这个 那野龙也害怕的这个 野龙也害怕的中国 人民币大幅度贬值 那冯布莱恩跟野龙 站在一起的 他们俩是一伙的 对吧 然后 老习不同意 这不就崩了吗 对吧 所以老习 就自然而然 就跟法国好 法国骂 哎笑那 这不就法国要的吗 是吧 这欧洲给 欧盟和法国联手 给老习挖一坑 老习就钻进去了 他基本上没得选 基本上就这样 这事给大家 就简单谈一下 另外呢 Kill Town有一篇文章 我没时间介绍了 我请大家去看 是Wing Root 他这个作者很厉害 他最近分析 美国的一篇 美国的形式 他分析跟老权一样的 对吧 几个观点 我给大家谈一下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给大家谈一下 就是他的观点 就是 这次 校园 校园这个 校园抗议活动 后面黑手谁呢 奥巴马 他说的 跟老权说的一样 对不对 第二个就是说 奥巴马通过国税局 操纵了2012年的总统 2012年的总统竞选 2020年的总统竞选 2020年的总统大选 这就是我们原来 忽略的过的一个力量 就是说 国税局 国税局 就是很多给川普捐款的人啊 很快就接到 国税局的这种单子 对吧 另外呢 他认为这个 拜登是会辞职的 会辞职的 他会推出 米歇尔奥巴马 这也是我们原来说过的 对吧 主要观点就是这个 他说奥巴马绝对 不会下巴干修的 因为奥巴马的嘴脸 被人撕下来了 全世界 全美国都看上去 他的嘴脸了 奥巴马现在是孤注一掷 对吧 是这个 他不干预被怪们打狗 所以奥巴马现在要 这个拼死一搏 放手 也不叫放手一搏 拼死一搏 这个叫什么呢 丧家的 丧家之犬 他不甘心放弃的 所以奥巴马一定 还有反扑的 他要把拜登 坏掉 坏米歇尔奥巴马 这个 这些东西都是 老全也谈过的 对吧 老全比他谈的还早一点 我不是自吹的 这都有证据的 对吧 我只是告诉大家 就是在这一方面呢 怎么样才能看到 最深的地方 最清晰的这个真相 对吧 老全帮大家做到了 另外关于这个川普总统的副总统人选 我大概能猜到是谁了 我在下期节目给大家讲啊 这个人选可能要到七月份出来 这里面呢 七月份是个 五月份 七月份是个非常关键的日子 七月份是因为 这个 共和党和民主党都推 这个全国大会要出来 要把人选 要把总统人选 要正式确认下来了 我们下期节目讲吧 今天就到这 谢谢大家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